嗨,大家好,我是豹子腿方常用 先給大家看一下現在的時間 美國時間的1月1號 凌晨3點鐘 我從今天早上8點多9點出門 開始拍攝影片拍攝到現在 才剛回到MBMB 我也還沒有洗澡 那從今天早上其實我一起床 我的訊息就大爆炸 有很多的粉絲朋友們來私訊 不管是我的IG,我的臉書粉專 不管是我的Youtube 不管是私訊或者是留言 真的非常踴躍 大家都一直在問說 張育成他不打,他逃兵 方常用你要不要出來講些什麼 價值都發變啊 我忙到現在才有一點點時間 我明天又是一早的拍攝 所以我現在趕快擠出一點時間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對張育成這次玩具經典賽的一些看法 那大家聽聽看我的分享 首先國家隊如果是徵召 那張育成他現在又有兵役列館的問題 他是一定得去,那沒有惡化 你沒去直接就是逃兵了 既然已經享受了12天的補充役 已經享受福利 那你就要接受那5年的列館 我覺得這是很合理的 這沒有第二句話了 只是我剛剛有看到的新聞媒體的報導 秉總說 現在只是初步的徵詢意見而已 所以我覺得好像還沒有到那一個地步 如果是初步徵詢意見的話 那張育成他可能有他自己的規劃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那他表達出他自己的規劃 他自己的想法 以他的立場,以他的角度來講 好像也不是說不行 我們先把他分成兩等分 一個部分是初步徵詢 另外一個部分是35人名單 如果張育成現在在這一個部分 婉拒或許還可以 但是如果35人的名單裡面有他的話 那他就一定要去參加 因為他有接受了12天補充役的福利 那他現在同時他有5年的列館期間 還在期間內嘛 我們把它分成這兩等分 那這35人名單就是由總教練 由選訓委員 由教練團的開會 選出這35人的名單 所以目前就新聞所看到的是 現在就是初步的徵詢而已啦 那我相信如果以這樣子的概念 我的想法是 像是各位觀眾朋友們一樣 這其實跟當兵叫招其實是一樣的 我覺得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你還沒收到那張兵單前 你覺得你不想當兵 但是當你收到那張兵單 你就一定得去當兵 就算你多麼不願意 你還是得去 其實目前張育成所遇到的問題 就是這個樣子啦 只是說決定權就是在 要不要發兵單給他 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啦 35人名單到現在 我們拍攝的當下還沒有出來嘛 所以事情還沒有到最後 還不知道最後結果會是如何 或許最後有來一個大反轉也說不定 讓子彈再飛一回吧 我們再慢慢的看吧 因為我覺得今年賽是個大比賽 那我們都希望我們的國家 可以打出很好的成績 尤其在棒球是我們的國球啊 今天這則影片來的有比較晚一點 因為這一趟我們來到美國 目前規劃是26天的行程 到了今天已經走了11天的行程 因為難得來到美國 又花了這麼多的金錢 我們把所有的拍攝行程 排得非常非常的滿 老實講我自己也是非常疲勞 非常的累 所以這則影片來的稍微比較晚一點 那還請大家再多多體諒 以上就是我對張育成 目前我們所得知到的訊息 那跟大家做分享 因為我現在人在美國啊 有一些時差的問題 你們所得知的訊息 或許會比我來的還要快 也請大家多多體諒一點 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累 喜歡影片歡迎訂閱讚分享 並且打開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